2022台灣KOM自行車登山王挑戰 10月28號上午6點從花蓮七星潭鳴槍出發 共有20個國家好手參加 而丹麥籍台灣女婿艾伯森 以2個小時5分鐘34.95秒拿下第5冠 黃冠玲奪總亞軍紀國內第一 而女子組有首度參賽的秋盛興豐厚 2022台灣KOM自行車登山王挑戰 10月28號上午6點從花蓮七星潭勉強出發 雖然受疫情影響 今年還是有來自英國美國菲律賓日本荷蘭丹麥 法國澳洲加拿大德國捷克等 20個國家的選手來參加 第一次要出發前心情怎麼樣 今天算是還平靜吧 為什麼 就要平常心比較好 出發今天第一次參加嗎 第二次了 第二次了 覺得今天出發前心情怎麼樣 還好開心就好 開心就好 台灣登山王挑戰上的路線 從海拔將近0公尺的七星潭海邊出發 經太魯閣牌樓景文橋左轉天翔西堡新白羊碧綠神木官員大禹嶺 抵達海拔3275公尺的終點和歡山五嶺 總長是105公里 但很可惜台八線117.4公里官員路段邊坡大崩塌 太魯閣公路段公告在11月7號才可以通車 因此主辦單位決定縮短活動路線到海拔2150公尺的碧綠神木 總路程也有80公里 我們在這邊的山頭等著各位 非常謝謝大家 感謝交通部觀光局再一次的在我們第11個年頭 我們繼續在這邊出發 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賽會 我們感謝所有支持的所有品商 感謝我們所有工作人員 也感謝我們所有參加的車友 今天非常的特別 因為這是我們11年來第一次縮短我們的路程 也因為縮短路程也請各位在非常競爭的路線之下 請大家一定要記得安全 一定要記得安全 經過兩個多小時艱辛賽程 最後是由丹麥級的台灣女婿艾伯生 她以2小時05分34秒95拿下第5次的冠軍 而台灣的選手黃冠玲 則是拿下總亞軍 她也是國內第一名 女子組部分則是由第一次參賽的 臺體大四年級學生邱盛欣來豐厚 大華聯新聞總和報導